抱着孩子的小妈妈 自己也只是个孩子 14岁就走入婚姻 不是被爱冲昏头 而是现实胁迫 她来自缅甸 身为洛兴亚人 留在家乡受迫害 或流落孟加拉难民营 原本是唯二选项 落脚马来西亚 出自两个男人的协议 用她的一生换取家人温饱 平凡的社区 是越来越多洛兴亚少女的牢笼 每连设访问的12个少女新娘当中 最小的只有13岁 年龄和权力的悬殊差距 让她们只能受制于人 12个少女新娘 各个都嫌少踏足屋外 婚内性侵是她们不懂的词汇 却是事实 还有五个遭受家暴 就连漂洋过海的旅程 都可能遭到殴打和性侵 甚至葬身大海 母亲的眼泪已经换不回 至于她们只希望自己的命运 别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大海新闻 姜玉婷编译 录 Herrn蒙